Hello, 大家好, 我是Cherry 今天的數學教室會講一下小學六年級的行程圖 在開始之前, 記得要訂閱、like和分享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要按鈴鐺, 還有可以like我們的Facebook和IG 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最新消息和影片 想再支持我們, 也可以透過畫面上的QR Code 或者YouTube功能Superfans 我們就開了我們今天的課堂 行程圖就是一個紀錄行程的圖像 透過行程圖, 我們就可以知道那個人 又或者那個交通工具, 它走了多少路程、時間 以及可以計算它們的平均速率 在行程圖裡面, 通常它的橫軸和縱軸 就會分別是距離和時間 現在例子一就是一個美齡踩單車的行程圖 現在縱軸就會是距離 距離的最低就會是A地 即是它起點的位置 然後最上就會是B地 B地就會是它的目的地 而橫軸就會是時間 做行程圖就是要留意單位 因為它們每一格或者每一小格 每一個行程圖都可以是不一樣的 題目A就說美齡由A地出發去B地 就問它中間停留了多少個小時 停留的意思就是說它的距離是沒有變過 可能代表它在休息中 我們就看看這個沒有前進的距離 就會是淺藍色這個部分 本身這裡是1小時 然後橫軸部分就去到這裡1.5 所以它中間就停留了0.5小時 然後題目B就問它休息之後的平均速率是多少 所以行程圖其實是跟速率有一個關係在這裡的 平均速率的公式就是距離隨意時間 它休息之後這裡開始的起點是10公里 最後這裡是25公里 所以它們總共的距離就會是15 然後就除回1小時 因為本身這裡1.5開始 然後最後是2.5 所以時間方面會是1小時 所以答案就會是15km per hour 一起再看一個例子 這次就是一個家位的行程圖 題目A就問家位的家庭和運動場相距多少米 這裡一開始是0 然後運動場這裡是15km 所以答案是15km 題目B 家庭在頭20分鐘的平均速率是多少呢? 這題要留意的地方就是 頭20分鐘就是1630至1650 這裡其實有一個三角形 同學很容易混淆了就會 只計了這裡300米 但其實它是有折返家庭的動作 所以它整體應該會走600米 平均速率的公式就是距離隨時間 時間就是30分鐘 去到50分鐘就是20分鐘 所以就會把600除以20 答案是30米每分鐘 題目C 這個情況就是問他5點至5點40分 這個平均速率是多少呢? 5點就是1700 這裡開始 然後去到5點40分就是這個位 整段路程就是15米 然後時間就是走了40分鐘 所以將1500除40 答案就是37.5 另一款行程圖就會顯示了 兩個人或者兩個交通工具 他們分別的時間和距離 例如現在這個是爸爸和叔叔行山的行程圖 人行路或者交通工具行的速度 其實都不會一樣的 所以其實這裡你看到兩個人是會有不同的 A題就問爸爸幾點會去到山頂 山頂是2000米這裡 所以我們對著爸爸這條線 然後向下看環續的時間 就會是7點50分 然後B題就問叔叔全程的平均速率是多少 這次的單位就是km per hour 所以這裡本身2000米的話 就要把它變成km 那就是2 然後hour 由7點到8點就是1個小時 所以2除1 答案就是2km per hour 我們看到一個例子就是 媽媽和爸爸在馬拉松比賽裡面的行程圖 A題就問爸爸和媽媽 在距離起點多少公里的地方 第一次相遇 相遇的意思就是說 兩條線是有重疊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位 就會是他們相遇的地方 我們對著公里這個位 就會是20 B題 等爸爸到終點的時候 媽媽距離終點還有多少米呢? 前面的例子也提醒過了 我們做行程圖 其中要留意的東西就是單位 這裡問題的單位是米 但是呢 行程圖這裡是公里 所以我們首先要把這些公里 變成米 爸爸到終點的時候 40公里 即是等於4萬米 我們向下看同一時間 媽媽現在在哪一個位置 媽媽在這個細甲裡面 細甲我們看距離的部分 這裡就是32公里 即是32000米 所以我們把終點 減回32000米 就會得出8000米 D題 即是5點45分開始飽 兩個半小時之後的8點15分 就會到終點 講完四條例子 就來一個checkpoint 現在就是一個何先生和李先生 駕車的行程圖 同學要細心留意 閱讀這個行程圖 然後可以試試回答問題 現在這個時候你可以先停止影片 完成了題目就可以繼續播放影片 A題 兩人相遇的時候 他們距離商場幾多公里 相遇即是他們兩條線重疊的地方 就會是這一點 在這一點我們向左 移回它的距離 這裡就會是160 所以我們把400 減回160 就會是240公里 B題 李先生休息之後的駕駛平均速率是多少 休息即是這一段打橫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會看這個部分 這裡距離公司的距離 就會是160 然後時間就會是一個半小時 因為這個位置會是3點半 然後他到公司是5點 所以時間就會是那半小時 160除1.5 題目有要求 我們是要少數點後兩個位置 所以最後答案就會是106.67 然後司題 就問何先生的全程駕駛平均速率是多少 何先生是沒有休息過的 他由公司去到商場就全程400公里 然後時間方面就是由12點到5點 那就會是5個小時 400除25就是80 今天的課堂來到這裡 同學如果對我們的課程有任何的疑問或茶商 都歡迎透過不同的渠道來找我們 另外我們也很歡迎你們對我們影片製作的支持 例如可以scan畫面上的KR Code 又或者YouTube的Superfans功能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